吴尼朗 吴米桑 大家好 欢迎收看5月28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好 今天开始呢 那你来关心到0403地震重创了花莲 那么各界的爱心呢 是持续的响应 并且援助花莲的灾害重建 台湾省不动产开发商业同业工会联合会代表团 在28号的时候 拜会了花莲县政府 那么捐赠了新台币410万元 那么县长徐真卫颁发了感谢状 并且代表花莲的乡亲表达成绩的感谢 现在徐真卫表示 面对这次地震带来的挑战 这些上款不仅为花莲县的灾后重建诸路必要的资金 更为受灾乡亲带来希望以及鼓励 0403强证 使花莲县观光旅宿等相关产业受到严重的冲击 县府在灾后积极协助业者快速恢复运作 启动2020永续游花莲 国内市场旅游市场奖励方案 大幅提高将补助金额 包含旅行社团提旅游 住宿到国内外游客 花莲自由行等等 期盼带动食宿 游购等各项消费 花莲国内以及国外旅客来感受花莲的魅力 台湾省不动产开发商业同业共会联合会理事长 吴宝国表示 天灾无情人间有爱 有感于这次地震对花莲民众的生活造成极大的影响 因此尽一点绵不自力 接下来也号召各省市公会的会员们 组团一起来到花莲 支持花莲的公共旅游 记得专业花莲导 同仙方